提到点心 很多人想到的材料通常都是面粉 不过其实您知道吗 有许多的中式点心用的都是米股粉 加上米股粉好消化不容易胀气 其实也能够取代部分面粉来制作各种料理 米股粉到底有什么优点 问问深受婆婆妈妈喜爱的阿芳老师最知道 料理达人蔡继芳老师 就相当喜爱利用米股粉来制作不少中西式点心 像我们传统吃的很多的点心 以往用的是面粉 但是我们现在期待提倡我们国产的米 然后透过米股粉的普遍跟稳定 所以你会发现像我们吃的乖乖 我们吃的蛋糕 我们吃的脆饼 很多都是米股粉可以自己来制作的 然后可以让大家试一下口感 你可以闻到米香 你可以吃到米 宝兰米 你这种爽口Q弹 然后一模油脂 相较于一般面粉制作的烘焙制品 其实米股粉不但保湿度加 稀油率低 而且好消化不容易胀气 可以取代部分面粉制作的料理 你想得到的米面条 米面包 米蛋糕 米的水饺 其他的 无数不几 你想得到的大概都可以 比例或多或少 但是你只要添一下这一部分的米股粉之后 风味会不一样 营养价值会不一样 那当然今天的主角147 它是在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种去磨制的米股粉 都是 那平通农产 它在米股粉的这个品质规格上面的要求非常的高 而且它是水磨的米股粉 品质非常的好 而且他们有很多的不同品种的产销履历的米股粉 过去不少都以米股粉制作的传统点心 常因为米股粉制作不易 导致这些传统点心渐渐没落 现在有了取得方便的米股粉 民众就能轻松在家制作点心了 记者房间 凯琳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